大家好,今集的STAR TALK 非常開心 我們找到Karen、莫文慧 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謝謝,謝謝 你好… 不經不覺,20年了 對 這個信目字很恐怖 對,感覺挺奇怪 20年好像很長時間 但其實又好像… 眨眼就過了 對,剛入行的畫面還是很新鮮 所以今年很有大計 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慶祝20周年,其中一件是一個展覽 最初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 或是最初的事 其實都是大家的朋友和同事 在這裡聊聊聊聊聊 因為我儲了很多東西 我是不捨得等待東西的人 然後就說 你這麼高興,其實最好是做一個展覽 又可以展示一些東西出來 又可以不用浪費了它 但選了甚麼呢 其實你覺得代表了這20年來 Karen的一件事是甚麼 例如我看到這裡的現場 有兩種特別的詞文 我想是兩種你自己比較… 很有故事,對嗎 對…這個也很驚訝 你先說這個吧 這個也很歷史悠久 是 1985年,對嗎 這裡沒有寫嗎?差不多了 因為是在讀書時最重要的獎項 是其中之一 還有那一屆… 我從四屆 參加了香港第一次舉辦的 結出學生選舉 所以獲獎了 所以別具意義吧 對,這個也保持得很漂亮 另外這裡有一張金唱片 對,我最近出了一張爵士專輯 英文碟 這是我多年的夢想 是 從未入行,在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 如果我可以成為一個爵士的歌手 就太美妙了 是 終於在我入行20年了 對,今年出了這張英文著視音樂碟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展品 我知道你可能會有自己的唱片 例如唱片、獎項、記錄片 有否有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例如說有一個是Cassetta 對,我三歲的時候 是第一次錄音 當然唱了一些儀歌 而且很厲害 整隻許冠傑的鐵塔靈魂 都唱了一字不漏 三歲了 還要咬字很好 音準、拍子也很棒 你有否拿來聽 你怕會勾出來嗎?你怕有機會… 你可能會玩得到嗎? 對,插上頂帶很開心 然後就…糟了,有沒有髮毛呢 對… 還有… 有沒有機器 究竟有伴奏機 因為沒有了 幸好有同事還有一部旅行 然後又可以玩得到 頂帶的質素更好 就像有 кого挺緊密的 我想說,如果你所以不好 知道這張照片 我可以說 你應該要查一下 還有一個通 lies 我記得要做的 還有一個通知 還有一條台 你應該要查一下 知道,隨便要查一下 那你要保持, 這很值錢 我們先開這張… 好, 以這張是嗎 這是底面 是, 這樣 其中我覺得Karen最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她很大膽 是 這個貼文應該是… 我租了十多年, 也有十多年嗎 17年…1996年 是 就是全身學文慧的表情 因為Karen給我的感覺形象 永遠都是前衛、大膽 你自己覺得, 敢不敢再做這些事嗎 不會不夠膽, 但沒甚麼必要 因為已經做過了 是 這些事…做完就算了 因為我做別的樣子了 對 現在再看我的感覺是怎樣的 當時做了我開心的感覺 是嗎? 對 這個呢? 這個當然 大家都知道應該是甚麼 你真厲害, 有這個貼文 挺難找的 對 而且挺難保持 而且挺難保持 可以保持嗎 其實我找個桶 其實很棒 謝謝你 這個厲害了 出門了嗎 可以的 這麼有美感 這麼藝術 你當時為何會有衝動 或願意做這件事 是… 皮膚盤 是… 全裸 對, 我想了很久 這件事, 其實有一個形狀 在自己的腦袋裡 可以這樣拍一張照片 那就很棒了 是 然後…那年要推出這張唱片 跟林海峰做過創作者的監製 是 跟他聊天, 大家在打招呼 要拍甚麼封面、做形 然後我聊天, 這樣一直有這種想法 這樣拍一張照片 然後他眼睛就很光亮 就是… 光是差不多這樣 如果是… 快點 立即現在拍照 但你很厲害 你又準備好你的身形 是的 我很有信心 20年來, 很多東西都變了 但有一件舞弊, 就是我的真材 是嗎 其實除了這張比較經典 大家一定會記得之外 有誰有很難忘的拍攝 或是造型上 造型就… 尤其是電影 做過很多不一樣的角色造型 我想最難忘的一定是食神 因為… 對, 太離譜了 多少人 不是, 其實之前我們試造型 是更加離譜的 已經重複了 是嗎 是的… 但我覺得拍電影 我從來不會很… 很擔心 周知 會否影響形象 因為說明是拍戲 我是飾演戲裡的一個人物 那個不是我, 不是莫文慧 反而我覺得做跟自己分別越大 的人物的形象越好玩 跟自己越不同, 越有挑戰性 所以當時昇仔找我說要拍這部電影 但是要假裝醜 然後當時覺得很好, 我是開心 所以那盤假牙 我一直保持著 因為太有紀念價值了 不過回顧20年Karen的音樂歷程 或是演藝生涯裡 大家第一次看到Karen的演出 應該是音樂影片裡 對你來說也挺重要的 因為音樂影片應該是學友的音樂 對… 原來跟學友有一個很特別的緣分 因為在我很多重要的時刻 他也是出現的 例如呢 而且他帶卸了我一些很好的東西 譬如剛才你提到望月的音樂影片 當時剛入行, 入行一年左右 出了一張專頁, 剛開始拍戲 當時冰心導演, 他拍很多音樂影片 他就找我, 說你不如來幫我們 學友要拍新的歌曲 你做音樂影片女主角, 好嗎 我當然覺得很開心, 好… 不過你要把頭髮染紅, 還可以嗎 我簡直覺得不可以, 好 好, 拍了音樂影片, 染了紅頭髮 剛好那段時間, 我拍完《西遊記》 導演是劉振偉 劉振偉和王家衛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剛拍完我, 就跟王家衛說起 我最近拍了一個小妹, 她還可以 你可以嘗試用這個新人 王家衛那邊打電話給我 就說, 我們想找你來客串 墮落天使 我就說, 不, 很開心… 但導演, 現在我的頭髮是紅色的 現在, 那怎麼辦 她又覺得, 你不如讓我看看 你先別弄她 我帶著這個紅頭髮去見導演 見張淑萍 然後她們看到, 覺得比想像中更好 更能發揮 所以, 就塑造了紅頭髮金色的旗袍 把本來是一個很少客串的角色 變大了, 做了一個女配角的戲品 還要… 還要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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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獄 說不完, 唯一一次拍電視劇 在台灣拍了一個很流行的偶像劇 跟同學有拍的, 他還當我老公 然後, 後來我第一次在台灣 拿金曲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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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事額也呢, 但最離譜的 feu 當時我在學校的報紙 每年發出一份當時的新聞報紙 類似的中國報紙 那一年我是做總編輯 我經常喜歡找一些新的創作 如果我們做我們的封面故事 可以做一些比較厲害的事 不要太老套,寫一些很正經的文章 很悶,我們做校刊也想多人看 當時譚詠麟已經很紅,是巔峰時 當學友剛出場,他已經很紅 我有個小同學,他是超級粉絲 是…能夠賣身 應該是學友的第一批忠實支持者 所以我們便說,你猜你有方法 去一個獨家訪問嗎 他又真的做到 變成我們那一期的封面 就是學友和譚詠麟 兩位拿著我們的校刊席報紙 拍了一張照片,裡面有一個專訪 但我這麼多年來 我見過學友這麼多次 我忘了告訴他 因為我已經不想起這件事 到最近因為開始舉辦展示範 拍了很多東西,我只想找到這份報紙 我只是瘋了 所以這份報紙到時絕對會展覽出來 因為實在太珍貴了 是… 你有沒有覺得挺特別 因為你和你老公的緣分 好像很童話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的婚姻… 是… 這件事很誇張 如果我看到劇本這樣寫這個故事 我會覺得不要了,有沒有搞錯 是微譜的 對,很微譜的 但我在他的眼中 也是17歲的一個學生 日本人,很世界上廢 要表演奇妝的 新世良 是 various artists 音樂、電影,其實成績也很好 要你選一種音樂或電影 你代表自己 你是否最有成功感的是哪一回事 我想音樂會更個人感 因為電影始終是飾演故事裡的人民 那個人物不會是… 可能它有部分你的影子 但它不是你自己本人 可能對Karen來說 最深刻的獎項是金曲獎項嗎 金曲獎項當然很有意義 因為它在我的人生中象徵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喜歡… 天生喜歡挑戰、比賽、贏第一 但我覺得良性的競爭是很需要的 否則你不會進步 獲得金曲獎項是很榮幸的 因為證明到沒有東西是不行的 你願意這樣做、嘗試 有可能是可以成功 因為你總會貼心 過去總不會過去 有種真愛不是我的 其實Karen作為香港歌手 其實會否有點遺憾或不服氣 台灣的成績很好 但香港人好像不太懂得負責 其實有這種感覺嗎 但又不太擔心我 是嗎 因為我反而喜歡出去闖 你看我每天留在家裡 香港是我的家 我會覺得好像不夠挑戰性 恭喜Karen Karen,你來香港爭了這麼多競爭 怎麼會沒有獎 很幸福 恭喜Karen 太好了 會否想獲獎 或者在香港的成績會更好 其實真的… 隨心 不是太在意這件事 是的… 其實入行那麼久 任何一個藝人都是 總有高有低的 對於Karen來說 你覺得是否這二十年來 其實都好像挺順利、順暢 還是有些大家鮮為人知 然後其實某個時間很難捱 也有一些鮮為人知的位置 但總括來說,我覺得我是很幸運 是非常好 一直有很多機會做到我想做的事 但有否感覺真的很辛苦 其實… 其實現在也很辛苦 現在也很辛苦 最辛苦的工作 但我是享受的 因為我是一個100%的工作狂 很多人都會覺得Karen 有一個很幸運的事 就是遇到很多好的對手合作 其實你自己覺得嗎 可能是張國榮、哥哥 然後…最近有其羅尼韋斯 你怎麼看 對,其實跟我們合作 會否幫到自己好很多 很英俊 就是這件事 兩個都是英俊 對… 對,自己真的很幸運 對… 哥哥… 還有金城沒有 對… 全部都是英俊 對 不是… 要麼聰明,要麼漂亮 或者兩種都是 對… 哥哥尤其是真的很疼我 他真的… 是當我小女兒 對… 不只是在事業上幫我 教我很多東西 他就算私底下也很關心我 就是… 怎樣?有沒有拍拖? 他會否疼你?有沒有欺負你? 就是這樣的 是很保護 那… 其實哥哥對我 如果影響最大 是… 我想在舞台上那方面的東西 我又是… 從他身上是吸收了很多很多東西 現在我每次… 即我經常都會想起哥哥 尤其是我去做自己的表演的時候 因為這麼多年來 我都會自己去設計自己的表演 那… 那…我會… 會因此當哥哥在看著我 就是監督著我 或者我遇到有些… 掙扎位的時候 這首歌應該怎樣去設計 或者母應該怎樣去設計 那我就會想 如果哥哥在這裡 那他會給甚麼意見 他會說這是可以還是不行 就是我會… 他還是… 始終是我的恩師 Karen在這個演藝事業 就繼續努力拼搏 但在另一邊廂 其實Karen自己 很努力做一個很好的太太 其實我想說 婚前和婚後的性格 或者生活等各方面 有很大的不同嗎 其實也有的 如果實際生活上 以前都是四處飛的 但我以前可以把所有的時間 喜歡就全部放在工作 我又不需要跟其他人交代 交代 但現在就要去找一個平衡 我不可以瘋了地工作 也要有屬於自己私人的空間 要陪老公的時間 但你有沒有覺得挺特別 因為你和你老公的緣分 我想說… 其實你相信嗎 我很相信緣分 因為這件事所以特別相信 還是怎樣 也不是 我一向都是信緣分的人 因為初戀情人 對 當然是 你覺得自己的婚姻很童話嗎 是… 這件事是誇張的 如果我看到劇本寫這個故事 我會覺得不要了,怎麼搞的 很離譜 對,很離譜 但原來發生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好奇 再遇上你老公時 大家又有感覺 其實當時你自己怎樣看 沒有想太多 這些事情就是所謂的正確時間 你真的要在最好的時機 才可以做到最適當的選擇 是 如果…我們17歲,認識這次拍拖 但我又覺得 如果當時是繼續拍拖 應該很快,遲早都會散 因為大家都沒見過這個世界 有很多自己的夢想 都沒有機會去實踐 但現在反而繞了一個大圈 他又成熟了很多 又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自己也是 反而現在再碰起來 才是最完美的 但你中間有聯絡嗎 有一大段日子是沒有的 最初的十多年都是沒有的 直到十多年後的學校聚會 才碰起來 再碰起來 當時大家都開始笑有成 很多同學都回去了 所以很開心 但我又覺得是否始終是初戀情人 所以始終會對他有一個特殊的感覺 因為他在我心裡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沒有刻意覺得有甚麼奇怪 但其實可能他不只是一個初戀情人 那麼簡單 可能是…就是Mr.Right 是否完全不同了人 是否不同了性格還是怎樣 應該是成熟了,大家都是 因為以前可能大家都會各有各任性 現在會懂得遷就別人 當然是他遷就我 因為Karen入行後 也有跟圈內人一起 其實這次是圈外 是否壓力沒有那麼大 有不同的感覺 但又不是因為他是圈內還是圈外 所以而有壓力 以前我也不覺得有甚麼壓力 他經常問著、提著 或是跟著、跟著你、拍照 現在也會曉得… 但會否對他來說 你帶了一些不變 可能因為你是工作人物 以前你不是工作人物 對… 有點不同 這個有點分別 但我在他眼中 也是17歲的學生 他是這樣說的 對… 當然他知道我是莫文偉 就是… 客藝人 但是… 在他的心目中 我不是在螢幕上的莫文偉 我始終是他的初戀 你們還有一提 還很生氣 但其實他有小朋友 你們的相處又如何 跟他的小朋友 那些小孩已經很大了 已經入育了 而且現在的小孩很成熟 十多歲已經很大人 很獨立 所以就像是朋友 多了幾個朋友 又…很隨便 不會有甚麼隔望 因為之前Karen也說過 未是時候 或是未打算生小朋友 但到了這個步驟 其實自己有否再不同的想法 其實也沒有甚麼打算生 是嗎 一向都沒有打算 是 為甚麼 可能真的太喜歡工作 即是你從頭到尾 即使結婚了 你從來不會想正下來 停下來也… 應該停不住 沒可能 對你來說應該停不住 對… 又不知道 我的人生夢想 又不是一定要做母親 結婚生子 對,那些 過去20年 Karen有個很精彩的人生 你有想過你接下來的20年 如何計劃嗎 沒有,我完全沒有計劃 但你這麼喜歡挑戰 你竟然沒有計劃嗎 對 我讀書時很有計劃 會知道我考完會考 就要考獎學金 有這些東西 但入行後 覺得好像沒甚麼可能 沒有得很刻意、很實際 即是想不到 對,因為實在有很多事情 是要看天字地利人和 要看甚麼時候會有甚麼機會 殺出來 我只能做到的事 就是好好準備自己、裝備自己 機會一到就… 就做了 就做了 或者是計劃一下假 也是,又是時間要陪伴老公 對… 好,希望接下來你的展覽也成功 以及你的旅程也成功 謝謝你 謝謝Karen 謝謝